這個結論 我們剛剛得到這個,因為I 我們在最前面的I的定義 我們知道它是大於等0 對不對 我們又知道I是等這個 這個式子 不管Lambda是多少都成立 不管Lambda是多少都成立 那我們現在找一個怎麼樣 找一個最小 Lambda的最小值 I的最小值 怎麼樣找I的最小值 都學過嘛 就是DI怎麼樣 DI Dambda 然後等什麼樣 等個0就得到I的最小值 對不對 那我們微分一下 我們就得到 我們就得到這個結論 就是 I的極小值 極小值,應該極小 極小跟最小不太一樣 這叫 這叫 你們知道最小值有一個叫 絕對最小還有一個怎麼樣 Local的那個 我這邊講Local的 Local就是這意思嘛 就是說 例如說我這 這是函數對不對 對 這有個函數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有哪個幾小值 對 這個跟這個 對 那絕對 絕對最小呢 只有這個而已 知道我講的意思了沒有 那我們經過這個公式值 告訴我們哪一個 這兩種都有可能 不是也會找到最大值 蛤 不會找到最大值 對 也有可能最大值 對 也有可能最大值 對 不過當然 也有可能是最大值啦 但你要看見 函數的變化啦 不過就這個例子來說 是極小 這樣會了嗎 從這個我們就可以告訴我們 λ等多少 什麼時候最小 什麼時候最小 λ等於 i是極小值 就λ等的這 那我們看這時候 i等多少 然後我們把這個 把這個帶回 帶到這邊 帶到這個式子來 就告訴我們 ΔA 就告訴我們這個結論 我們最後得到這個結論 這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講 uncertainty relation 或者叫uncertainty 怎麼樣 uncertainty principle 所以這邊告訴我們 一個很重要的關係 就是說 任何兩個物理量 AB是代表兩個物理量 這兩個物理量 它的commitator 如果不等於0的話 比如說這兩個物理量 怎麼樣 就有這個關係 就是不確定性的關係 然後比一下 我們來看一些例子 所以如果這個commitator 等於0的話 這就可以怎麼樣 可以是0 對不對 可以是0 但如果這個commitator 不等於0的話 這邊右邊就怎麼樣 右邊就不一定是0 那我們來看 看看例子 動量跟怎麼樣 動量跟位置 那它的commitator 等於多少 我們上次寫過了 i分之h bar 所以 i跟這個i消掉 所以變成多少 變成h bar 所以 告訴我們就是說 dataP dataP dataX 大也等於什麼 2分之h bar 對不對 沒有 這邊是平方 其實這邊應該寫一個覺得子 不要忘了這邊 這邊是平方 然後我們再看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是 data 這等於什麼 Hermitonin 跟T 我們知道Hermitonin是什麼算法 IH 怎麼樣 IH Long T T 對不對 那這個是 這是什麼 這是 IH bar Long X 比小這兩個 比小這兩個 一不一樣 這是 X T 只是說 i的位置不一樣而已 所以這個也有什麼 也有相同的關係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LJ跟Phi 攪動量 這也是怎麼樣 IH bar Long Y Y 這我們還沒有講 以後我們會談到 以後我們談到 攪動量的時候 會有這個公司 會得 我們談到攪動量的時候 我們會知道 LJ就等這個 所以這個也有什麼 也告訴我們什麼 也告訴我們說 攪動量跟Phi 也有什麼關係 對 也有 對不起 也告訴我們什麼 也會怎麼樣 也會帶 等多少 UH bar 這兩個也有關係 你有沒有想到其他的 這邊告訴我們 一個很重要的結論 就是說 uncertain relation 不是只有這兩個而已 你們以前 你們以前學的時候 可能學這兩個 但這邊告訴我們說 不是只有這兩個而已 還有很多 只要滿足這個關係的話 就怎麼樣 只有這uncertain relation 這樣清楚嗎 那這以後我們會談到 以後我們會談到 預期指的十變率 隨時間變化的速率 就是說對什麼樣 對時間的變化的違分 累特 累特就是 等一下我這樣寫不來 這邊已經對著了 就是它隨時間的變化 我們不要忘了 破函是 破函是時間的函數 破函是時間的函數 所以它預期指也是怎麼樣 預期指也是隨時間在變化的 然後我們現在討論就是說 它的變化率 就隨時間怎麼樣變化 所以我們要得到的是這個 就是相對時間的違分 那我們把它 把那個預期帶進來 我想這個違分你們都會做 因為它有三個 有三個乘起來 所以我們要分成三項 對不對 有三項 裡頭有三個相乘 三個函數相乘 所以你要怎麼樣 要三個都違分 那現在我問你們 怎麼樣得到這 另外還有一個是這個量 怎麼樣得到這兩個 對時間的偏違分 對 就從修羅定罪以虧選 還記不記得 對不對 這修羅定罪告訴我們什麼 所以這告訴我們什麼 I H bar多少 對不對 I H bar除過去 另外 另外那個 它共惡負數 我們取它的共惡負數 OK 那對哈密通人來說 對哈密通人來說 它等於它本身 所以我這就 我就 就這樣寫了 OK 所以這告訴我們什麼呢 告訴我們 東等什麼 等負的 I H bar 所以我們這個柿子 好 我們都要這三箱 OK 有問題 就把這兩個 把這兩個柿子換過去 OK 那我們知道哈密通人是怎麼樣 它是荷米旋 所以它等它本身 所以我 可以把這個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擦掉了 因為它等 所以 因為哈密通人是荷米旋的嘛 因為哈密通人是荷米旋的嘛 所以這邊 我這邊就把這個去掉了 你們自己注明一下 所以我們得到什麼 這個我們得到什麼結論 我們最後得到這個結論 你們知道這個怎麼來的哈 這邊是 H乘到A 這邊是A乘到H 那我們現在簡化哈 如果A這個算乎 它不是時間的顯函數 我這邊 我這邊再提醒你們一下哈 我以前跟你們解釋什麼叫顯函數 還繼續得 如果A不是時間的顯函數 就A不是時間的顯函數的話 我們就得到什麼結論 最像就沒有掉 所以得到什麼 我們得到一個很重要的結論 你看 我們來討論這個結論 或者你們告訴我好了 從這個 從這個 事學事實對不對 告訴我們什麼物理意義 我們用一個 對 我們用那個 我們先討論一個 比較特色 如果這個等於0 我寫在這邊哈 如果 一個物理量 一個物理量算乎 跟Hymetronium 是它的 commitator是等於0的話 就是它commute的話 那告訴我們什麼意思 告訴我們這右邊是0嘛 所以 告訴我們這個等於0對不對 對不對 從這次告訴我們這個結論 一個物理量 我再講一次 一個物理量 它的算乎 跟Hymetronium 是commute 然後它的十變率 都怎麼樣 預計的十變率就等於0 十變率等於0 高什麼意思 對 高了它不隨時改變 那不隨時改變 我們物理上有 用熟名稱 就是H 就H 手橫的 那底下我們舉個例子 我們底下我們舉個例子 例如說 我先把Hymetronium 我先把Hymetronium 誰下來了 Hymetronium 是動能加上衛能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那這是 這是 我們現在看 如果這個等於0 這自由例子 這自由例子 什麼會跟著 什麼會跟著commute 什麼物理量會跟它commute 這個可以寫成這樣子 P平方 2mP平方 對不對 這動量嘛 動量平方嘛 對不對 什麼量會跟它索衡 對 一切動量的函數都會跟它索衡 對不對 一切動量的函數 會跟它怎麼樣 commute 所以動量一定怎麼樣 動量一定索衡 這樣會嗎 在這個例子 動量跟它索衡 所以 所以表示說動量會怎麼樣 動量會索衡 這是自由例子的清醒 這我舉其中一個例子 那位置呢 位置會跟 位置會 因為這牽涉到微分 所以位置一定怎麼樣 不會是等於0 所以位置不會是索衡 其實你也知道 自由例子 它位置一直在改變 所以時間在改變 我們 我們真正用實際例子 來算一算看 那底下我們舉一些例子 如果物理量是位置 我們來看看會有什麼樣的情形 我們來看看這個 看一看這個 那這個我們把那個含冰通療帶進來 對不對 它是那個2mm是動量平方 然後加上動位能 那這個我們可以分成兩項 這可以分成兩項 一個是怎麼樣 一個是 一個是那個 這個 位能 位能 位能跟動能 那這個呢 因為它都 最像等於0 因為它沒有牽涉到微分 所以剩下這次等於是 2m分之 p平方跟x 那我們來看p平方 p平方 減掉x的p平方 對不對 這個我們可以改寫成這樣子 p然後px然後減掉 我們可以寫成這樣子 你們看是不是這樣子 這一項就是這一項 這一項就是這一項 對不對 這一項就是這一項 這一項跟這一項消掉 有沒有問題 這是負的嘛 這負的pxp 這是正的pxp 所以兩個消掉 那這一項是等於這一項 這一項等於這一項 所以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是等於p 然後px 加上 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這等於多少 我們解過好幾次了 這是等於i分之h bar 所以這是p然後i分之h bar 然後加上i分之h bar p 所以這變成是兩倍 i分之h bar 這兩個相等 所以變成兩倍 有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 把這個帶到這邊來 對不對 那我們看 2跟2消掉 2跟2消掉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所以這等於是這 等於這樣 就把這個帶到這邊來 對不對 然後我們再把它帶到這個公司 帶到這邊來 我們再帶這個公司 對不對 我們就得到什麼呢 我們看得到什麼 我們得到什麼結論 我們就得到這個結論 這結論告訴我們什麼 這結論告訴我們什麼 這速度嘛 就是位置的預期值 所以這速度等於什麼 動量什麼 動量預期值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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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 跟我們古典物理的是什麼樣 跟古典物理是一樣的 跟古典物理是一樣的 不要忘了 我們雖然有量子力學 很多古典物理的一些 測量量還是怎麼樣 還是要滿足的 我們再舉個例子 我再舉一個例子 我們再舉個例子 我們的物理量是P 物理量 那我們第一步 我們第一步要算什麼 對 算Harmintone Comitator 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 動量跟前面這一項怎麼樣 是Commute者的 所以跟哪一項不Commute者 跟未能 那我們看怎麼樣 我們怎麼樣算這個Commitator 我們這樣算 這是任意函數 這是任意函數 你們要算Commitator 你們要算Commitator 等於多少要這樣算 我們作用到一個任意函數 然後這是等於V 我把這個省略掉 所以這個字等於V 然後I分之H bar 然後I分之H bar 然後I分之H bar 然後再減掉I分之H bar 然後我們再把這項還是一樣 這項可以移過來 V然後減掉 好 這邊有兩項 因為這兩項相成對不對 那你們圍分的話要怎麼樣 個別要怎麼樣 個別都要圍分一次 所以我們得到V 然後Long Y Long X 然後加上 加上Long V Long X 那這部有沒有問題 那這一項跟這一項消掉 所以等於多少 等於I分之H bar 然後Long V 因為V是只有X的函數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全圍分 變成DVDX 所以這告訴我們說 這commitator等多少 這commitator等多少 等這個 對不對 所以等於是那個 I分之H bar OK 有沒有問題 然後把這個帶到這邊來 把它帶到這邊來 所以我們就得到D什麼樣 負的負的有個負號 這邊有個負號 OK好 然後我們看這個物理一下 這是我們得到的結論 我們根據我們那個 Challenge Equation 跟Challenge Equation 我們得到這個結論 那這個結論告訴我們什麼 我們知道 動量的時間微分是什麼 對是力量 那力量等於什麼 等於微能的T度 X負號 這也是跟我們古典物理是一樣的 好 那我們這邊純粹是從commitator 從純粹commitator 就得到這個結論了 有沒有問題 各位各位同學 就說 我再講一句話了 要支援我們在量子物理 在量子物理的commitator 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剛剛全面你看都用什麼來算的 用commitator來算的 還有我們那個uncertainty uncertainty relation 我們也牽得到什麼 牽得到commitator 然後下一張 下一張 我先告訴你們 讓你們有個 我們知道我們解量子物理學問題 我們從 開始講到現在 我們用什麼解量子物理 我們用seurodentary equation 解seurodentary equation 得到怎麼樣 得到Ign state 跟Ign function 對不對 從下一張開始 我們就用怎麼樣 不解解量子物理學問題 我們只是解什麼 從commitator 我們也可以得到什麼相同結論 我們不是以前 不是寫檢學運動嗎 還是寫檢學運動 我們考試都考了 檢學運動 Ign field 是什麼 H bar Omega 然後乘上什麼 N加上二分之一 還記憶得 那我們是怎麼樣得到這個結論的 我們是解量子物理學問題 對不對 我們下一張要講 我們不用seurodentary equation 我們只從什麼 只從commitator 從這個 我們從這個 也可以得到什麼 也可以得到相同結論 這樣清楚嗎 我們不用seurodentary equation 我們從這個做出發點 也可以得到什麼 也可以得到相同的Ign value 這樣清楚嗎 所以一直在跟你強調的 commitator的重要性 在這裡 等於說這是一個基本原理的 好 是真的嗎 不是 怎麼來嘛 我們怎麼來 快點 那個 真的 好嗎